来看到这是鬼门关前走一遭 感念消防人员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感谢 59岁的黄国泰四年前曾经突发心血管禁栏 仅要关头是获得抢救 特别捐赠价值210万元的灾情勘察车 给消防局第四大队 并且还号召了福伦社捐赠了50套的捕风装备 救灾工具相当于消防人员的左右手 是事故现场最重要的生命伙伴 桃源市的中立中心福伦社前社长黄国泰 四年前受消防人员的及时救援之恩 决定捐赠价值210万元的灾情勘察车 给消防局第四大队 第一个目标是要捐一台救护车 因为救护车满了社会爱心人士太多 已经满了刚好因缘机会接触到第四大队 然后他说这边缺一台勘察车 我说好 我就上一年就跟他们联系 就促成这个事情 今年59岁的黄国泰 四年前新血管禁软 送医后昏迷八天插电成为植物人 遭遇生死一线的他 希望透过这台捐赠的灾情勘察车 在未来的救援行动中 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帮助消防队员有效处理灾害事故 他主要希望当然就是 我们这些打火弟兄们他在保护我们 照顾我们人民的同时 他们也能够照顾到自己 那唯有他们照顾好自己之后 也才能够好好地担任我们人民的保护 黄国泰康复后积极投入公益行动 这次号召福伦社捐赠50套捕风装备 给龙潭义销中队 分成厚薄两款 让义销们在面对不同风种时 有好的装备顺利完成任务 再次代表我们张善政市长 还有我们消防局感谢黄董市长 以及今天所有的捐赠者的热心公益 也希望今天这个工作能够抛砖引玉 让社会更多人知道 怎么样有爱心做好事 灾情勘察车与捕风装备的投入 将大大提升桃园消防的救灾能力 让消防人员能够继续安全守护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